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高 同时还存在着噪音 但是从视频中仍然可以清晰地听到杨子和何赛菲的几句台词 让那些追剧不爱看字幕的人群有福了 不过 也有网友表示 路透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 会破坏观众的观剧体验 因此他们拒绝路透 同时 也有网友表示 与其期待路透照片 不如期待杨子的新剧《成欢记》 据悉《成欢记》是一部以清朝味背景的古装剧 讲述了杨子饰演的《成欢从一个小宫女成长为一代贤后的故事》 该剧的制作团队非常用心 不仅在服装 道具 场景等方面下足了功夫 还邀请了优秀的演员阵容 包括何赛菲 吴奇隆等实力派演员 值得一提的是 杨子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 他在多部影视剧中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此次出演《成欢记》 也让许多观众非常期待 除了《成欢记》之外 杨子还有一部新剧《九九爱》即将上映 据网友透露 杨子在《九九爱》中的造型也非常抢眼 让人期待这部剧的正式播出 总的来说 杨子和何赛菲的新剧《成欢记》备受瞩目 路透照片的曝光也让人们更加期待这部剧的正式播出 无论是《成欢记》还是《九九爱》 杨子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相信他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山河令》替身风波再起 《成义郑叶诚》被指偷懒 《山河令》是一部改编自近江文学城的同名小说的古装剧 由成义、郑叶诚、李若宁等主演 讲述了在乱世中 两位少年为了守护自己的信仰和友情 历经磨难和牺牲的故事 该剧自播出以来 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关注 不仅收视率高居榜首 还引发了许多热议和话题 然而 近日《山河令》却陷入了一场替身风波 让原本欢乐的粉丝们感到十分失望和愤怒 据网友爆料 该剧中的两位男主角 程义和郑叶诚 在拍摄一些重要的戏份时 竟然使用了替身 而且替身的样貌和身材与他们相差甚远 完全看不出是他们本人 网友们纷纷贴出了一些截图和视频 证明了他们的说法 并且指责程义和郑叶诚偷懒 不敬业 欺骗观众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场风波还牵扯到了另一位女星杨子 原来 杨子曾经在微博上晒出过一张 与程义和郑的照片 并且配文称赞成义是最敬业的演员 这让一些网友觉得杨子是在为程义背书 甚至有人怀疑杨子也有使用替身的嫌疑 于是杨子也被一些网友躺枪 遭到了不少质疑和攻击 对于这场风波 目前山河令的制作方和演员方面都没有正面回应 不过 有一些业内人士表示 使用替身并不是什么最大恶极的事情 只要不影响剧情的表达和观众的观感 就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而且 在拍摄古装剧时 由于服装 道具 场景等因素的限制 有时候为了保证效果和安全 使用替身是很正常的做法 他们希望观众能够理性看待这件事情 不要过度解读和攻击演员 总之 山河令这部剧虽然遭遇了一些困难和争议 但是它依然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值得我们继续支持和欣赏 我们也希望诚意 郑叶诚 杨子等演员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和梦想 不要被外界的声音所影响 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杨子活得很通透 虽然成就不错 但她的年纪还不大 杨子出生于1992年 今年才29岁 真是年少有味啊 杨子曾经就像个邻家小妹 甜美可爱 让人看着就很喜爱 而如今的她快30岁了 变得越来越成熟 整个人看起来也越来越性感迷人了 不仅颜值超美 身材也是特别给力 前凸后翘的 让人心动不已 没有戏可拍的日子 杨子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 学习是为了心中的那一份不死的演员梦吧 勇敢的选择 那条想要的路 只要跑起来 总比在原地不动要好 终于她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了 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梦想 努力的人是可爱的 是值得尊敬的 杨子是很通透的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 努力付出的终归会有回报的 只希望她越来越好 杨子 你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演员 加油 你一定行 诚意的双胞胎弟弟 你会不会也傻傻分不清 娱乐圈壮脸是大概率事件 有些甚至因为神似而走红 王洛丹和白百合 佟丽娅和董璇 张子怡和佟瑶 夏宇和张艺山等等 同况真的会傻傻分不清 很多人会把诚意和李弘毅混淆 他俩的五官比例都差不多 偶尔相似的眼神和表情更让人惊叹 活脱脱似一对双胞胎 而且他俩的名字中都有个意识 对他俩不熟悉的很容易产生错觉 误认为就是同一人 诚意的古装造型 诚意自流离爆火后 他之后的具古装造型偏多 《承香如蟹》中的 应渊帝君仙姿俊朗 一头白发时反而更添几分仙气 暑期带波的莲花楼 他饰演的李莲花更是一身侠气 英姿飒爽 李弘毅的古装造型 李弘毅春花秋月中的古装造型 留着两条长长的龙须 倒是能一眼就区分出他和诚意的不同 去年播出的《少年歌行》 他饰演的萧瑟 周身贵气 桀骜不逊 可谓风度翩翩 《少年歌行》中的李弘毅和诚意的神思度又上来了 虽然服装不同 但往那一站 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 都是刘海惹的祸 妆容造型中加个刘海 就会有极致的变化 有些会美上天 有些甚至会变成大灾难 诚意和李弘毅加上刘海 秒变双胞胎 相似度立马升级 其实还有个关键点是他俩的气质和神韵也相近 现在他俩的演技都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希望以后能多看到两人的作品 诚意和李弘毅 你们是不是也会分不清呢 不要虚心价义的表达 不要清新编织的神话 我的心需要一个幸福的家 不是在谎言成本枯萎风华 不要花眼巧语的情话 不要风唱作戏的繁忙 我的爱需要一个快乐的家 等我的人就能明白我的想法 你认识世界最美丽的花 需要你用心的喝葡萄 别让寂寞在他的心里发芽 别让爱的泪水滑满他脸颊 女人是世界最美丽的花 需要你用心的装扮他 给他温暖也给他幸福牵挂 让他的爱在你怀抱里融化 女人是世界最美丽的花 需要你用心的喝葡萄他 别让金箔带在他的心里发芽 别让爱的泪水滑满他的脸颊 女人是世界最美丽的花 需要你用心的装扮他 给他温暖也给他幸福牵挂 让他的爱在你怀抱里融化 不要花眼巧语的情话 不要好风唱作戏的繁忙 我让爱需要一个快乐的家 等我的人就能明白我的想法 女人是世界最美丽的花 需要你用心的喝葡萄 别让寂寞在他的心里发芽 别让爱的泪水滑满他脸颊 女人是世界最美丽的花 需要你用心的装扮他 给他温暖也给他幸福牵挂 让他的爱在你怀抱里融化 要是世界最美丽的花 需要你用心的装扮他 给他温暖也给他幸福牵挂 让他的爱在你怀抱里融化 让她的爱带你回报 一如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